哈囉 大家好情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少女回戰啦 那目前來說少女回戰 今天是6月26號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小喬拼圖的最後一天 所以我們待會要去把小喬拼圖這邊全部給他解鎖 然後順便來看一下小喬的三個動作 and...好不好 and他這邊的這個技能 究竟厲不厲害好不好 看一下稍微看一下 然後來看一下他的那個 搭配到底是怎麼樣的 那這一次拿到的話 不是我們之前的UR架那種張角的UR架 這一次的小喬的話是UR先拿 不過目前看起來每個武將的話 好像都會慢慢的就是可以就是 有更多UR加的這個部分出現 所以到時候就來看一下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我覺得最近好像YT童真君蠻乖的喔 就是有一些部分就算折平沒有折 好像也還是可以過得了 所以就還蠻不錯的好不好 那就看一下他這個童真的這個威力 能不能繼續被壓制住吧 其實根本就沒什麼 我覺得這款遊戲真的 真的真的沒什麼啊對不對 真的是沒什麼 我覺得我們之前以前玩的一些遊戲 都還比這個還誇張 結果現在這個的話基本上 就蠻常吃黃標的 但是後來最近有比較好一點點喔 所以我們最近的話 能夠不遮我們就不遮喔 讓大家看個爽爽 看一下這款遊戲 最精華的地方好不好 這款遊戲說的 真的最精華的地方 就是他的2DLive 跟就是武將互動的地方 如果沒有的話 那還真的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 有哪一些地方是可以跟大家 就真的好好分享喔 但是其實慢慢細細的去了解之後 就會發現其實戰報系統 也還算是蠻好看的 就是他的那個武將的技能搭配 其實是蠻有料的喔 就可惜沒有把戰鬥畫面做出來啦 好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就先來去我們的活動會場 好那目前活動會場這邊的話 我們的小喬基本上已經出來了 差不多應該也就是說 全部都已經出來了啦 哈哈哈哈 那剩下來這些任務 確實都是比較難解 比如說抽取寶物50次 不過目前來說抽取寶物50次這個的話 哲平之前有跟大家講就是 你們現在都可以就是去領取 就是那個抽取寶物的票券 然後你們可以先不抽 等到就是下一次有這個拼圖活動的時候 的話你就可以再把他 就是一次抽個那個 50抽 那你這樣就會省2000的 2000的這個元寶 所以像哲平的話 現在都在做這種事情 就是累積啦 累積到就是那個 50抽的時候 再給他一次下一次拼圖任務再抽 因為你看 這邊立即完成的話 基本上就要靠我這個2000鑽 雖然你把他旁邊完成的話 這邊還是會給你一些 400鑽啊 400鑽啊之類的 所以不會說到非常非常虧 但是還是就是比較 沒那麼好用啦好不好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這幾個剩下來 基本上全部都是要花我們這個 元寶的 就比較尷尬 然後旁邊這個的話是這個 活動期間獲得一名稀有的這個 UP的這個新武將 這個的話其實 是有辦法可以解決的 因為當初在開這個 小喬的這個活動的時候 其實是 才快要接近那個 接近那個什麼 接近炸彈的時間 所以其實 這個跟下面這個花費的這個東西 都是可以就是炸彈期間 再來完成 就是炸彈完之後 你再來去抽一下武將 那這個的話 跟這個 呃跟這個 抽取武將200次的話 這三個應該就可以就是 解除了 然後再加上原本的這個 原就是 寶物的地方要抽50次 就 炸彈期間是1 2 有沒有 然後 3 4 這4個就省了8000元寶了喔 然後這個是要花錢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 要給他解的 然後這個是 抽取裝備 裝備的話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累積啊 但是這個也是 基本上就是2000鑽石給他下去 然後 因爲你慢慢練起來的話 這個 完成14 難度的這個心靈世界的話 因爲之後也是有辦法啦 所以就 還是可以升蠻多的喔 不過這個還蠻便宜的 這個只要500喔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全部開鎖喔 先來開這個 2000 畫下去 沒問題 貴貴的 再來2000 畫下去 沒問題 貴貴的 再來是這個 抽取武將 2000次 啊 240 不是 240 沒問題 都打開 打開之後其實 也不用難過啦 因爲旁邊都還是會送你很多的那個 元寶 那最最最開心的就是那個 好不好 又將 又接近了月底時間 月底時間有什麽東西 大家請回答我喔 沒錯 就是我們的 炸彈時間 好不好 那我們剛剛原本是5萬5嘛 那現在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待會會發生什麽事情 好 取得了我們的 小喬啦 欸不是 啊你怎麼沒有吹出 怎麼沒有吹出 陶敵的聲音 欸 他的迷樣抖動還蠻可愛的 你看 這是吹陶敵 然後 點腳的話會踢水 對 點腳的話是踢水 這做的還蠻好的 然後 摸頭是吹陶敵 然後迷樣抖動感覺很慵懶 點他腰 你看有沒有 呵 迷樣抖動超級那個慵懶的 就說 衝啥 這樣的概念 我覺得他這一次的寶物 應該百分之 差不多87% 已經是那個陶敵 好不好 來賭一下 小喬的比物 寶物是不是這個 欸聽到聲音了 果然 好不好 就是這個 吳 這是損嗎 還是雲 好不好 這個是 吳國陣營的武將 防禦率加1.000% 好不好 江南的一種樂器 陰色空靈吹奏起來 感覺能進化心靈 好不好 果然是這個 就是我們的這個寶物 沒問題 那這就是我們的小喬了 那旁邊的話 基本上領起來的話 我們原本是5萬5啦 所以這邊的話 領起來的話 應該 也是不少的吧 但好像也是花了差不多1萬多 才可以把這個全部打開 但可以拿到一隻武將 也還算是 蠻舒服的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個寶物是什麼 畫滿幾雷 寶物 這個 啟動 就只有五國陣營防禦率會增加而已耶 這好像 就是特別針對那個五國的喔 好 那我們來去看一下我們這個小喬的技能吧 好不好 這個小喬 應該也是 蠻強的吧 來看一下 剛剛已經讓大家看到他的那個三個動作了 來看一下他的技能方面 技能這邊是 遙遙相望 主動技能 對隨機六名敵人造成一千%的法術傷害 如果命中敵方數量少於三人 包括三人 追加發動一次遙遙相望 最多追加兩次 如果命中敵方數量超過三人 不包括三人的話 只有100%機率從命中的目標身上 竊取一個強化效果 所以是可以去偷別人效果的 反正他會先隨機攻擊六名敵人啦 但是 好像就是 會有那個命不命中的效果 好 第二招 然後 不知歸期 對敵人進行四次攻擊 以生命值百分比最低的敵人優先 每次造成一千%的法術傷害 如果目標生命低於50% 則攻擊必定命中 這也是抓那種就是 低血量的那種感覺 就是無國的那種收割角色的那種概念 好 第三個是這個 命輪一會開啟的 這是蒼蕉大 生命值上限加42% 防禦穿透加一千 破盾角 破盾角 絕對是破盾角 然後再來是這個 春生被動技能 受到攻擊時 如果場上的己方數量少於敵方 則傷害承受降低32% 就是 這個好像蠻多都有了 就是他這個 你自己的己方的角色比較低 低於其他敵方的話 你基本上那個 扛傷害會扛的比較多 然後再來是這個 攻擊力加42% 法術抗性加LV×350 目前真的看不太出來 究竟他還有哪些比較厲害的地方 感覺要到UR加才會知道 再來是我們的 英式 取終有物 自身每施放一次主動技能 便獲得一枚落鷹 累積四枚落鷹後 立即進入英式狀態 英式狀態下攻擊力提升60% 狀態承受減少20% 英式狀態下持續三回合 不可疊加 亦不可清除 除了來說我覺得目前來說 因為我們看過很多UR加的角色 所以就會覺得 我UR加的角色真的是超級無敵猛的 那現在要看UR的技能的話 可能就是要等那個了 要等到就是那個 他們UR加出來之後 才會知道他到底有多厲害 智力型的武將擁有較高的 魔法攻擊與防禦 所以他是智將 然後這邊的另外一個是 主要負責輸出的武將 因為他這個 對敵人進行四次攻擊 然後造成1000%的法術傷害 然後是裝打那種血量低的角色 所以是收割角的概念 所以他算是無國的輸出角色 但目前看起來應該 還好 真的要看上到時候就是那個 到時候那個什麼 到時候就是UR加的部分 喔原來這個圖鑑還要自己啟動是不是 哇那我是不是都沒啟動啊 我好像都沒有把他們圖鑑啟動耶 欸 我好像沒有啟動圖鑑耶 啊為什麼諸葛亮有 欸 好像從這邊開始啟動的樣子喔 好那目前來說的話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的這個 小喬的部分啦 那目前來說應該也不會遮 因為感覺也沒什麼東西 啊黃就給他黃了 啊其實 慢慢出了超級無敵多了武將耶 反正到時候我們就繼續累積我們的元寶 然後看一下有哪些必須要抽的 就給他抽起來 目前大概就是 應該會先抽個那個 劉備吧 劉備的UR 因為劉備SSR我們已經有了 那就是他的那個UR 然後UR再上去的話就看他 什麼時候出那個UR加 下一期的話好像是關羽的那個 UR加又要回來的樣子喔 關羽這邊的這個UR加好像又要回來了 所以可以考慮一下 而且關羽的話我們的SSR好像還沒有給他 抽完畢的樣子 關羽這邊的話我們好像 還有還有一些 還需要一些的碎片 對這邊40到90 啊我們這邊應該 存了蠻多那個SSR券的 應該可以來抽一波 哇這個尋憂 尋憂是還沒出啊 這隻也太對我胃口了吧尋憂 其實還有非常非常多武將還沒出喔 反正就慢慢的累積慢慢的累積 然後看一下我們下一個目標 我看一下劉備在哪裡 劉備你在哪裡啊 劉備有這邊有沒有 這隻 到時候應該就會先想辦法來抽他了好不好 那你知道嗎這個遊戲啊在就是那個 網路上影片的時候他們其實會被 會被和諧 就是 劉備的話在網路上影片好像是沒有漏這麼多的 然後 那個曹操不會漏屁股這樣子 哈哈哈哈 其實是有被弄掉一些些東西的喔 好那大家有沒有把我們這個小喬弄出來呢 大家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喔 一定要弄 因為這個拼圖活動算是真的 還蠻好去取得的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 然後接下來的話 大概月底以後會有炸彈時間 到時候再來炸彈給大家看囉 那你們覺得我們的小喬厲不厲害呢 你們覺得他好不好用 或是他漂不漂亮呢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看法 那我起評來見囉 大家掰掰啦 幫忙臨 然後再來 我們會贏了 請點讚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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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